超人氣熊讚騎著滑板車搞笑現身 還不時帥氣的刷點小特技 能這樣暢行無阻 得歸功這條巷弄路面好平整 原來是去年台北市新工處 推動鄰里道路環境躍身計畫 像這樣不到8米寬的巷弄 修整模式還是比照一般的大馬路 以前的路面挖一塊就補一塊 這樣就是不平整 那像現在這麼平 走路開車的人 尤其我像都騎了腳踏車 相當平穩 不只是東補一塊西田一塊 新工處以新材料新工法 減少人孔蓋的數量 還貼心設置了網路與路燈 線路的地下管線 全面提升道路的服務品質 美觀之餘還更安全了 我們會做路基改善 人手孔條降 再做路面的更新 搭配著我們交通局的 臨體交通的環境改善 它會設標線型人行道 會規劃這個適當的停車隔位 會適當化設進停的紅線 十二條示範道路先完工 新工處今年更爭取到四億經費 將繼續為台北市 八米以下的零里道路 改頭換面 記者郭仙陽 張苡瑜 台北島 其中學生成員 我不是倫天堂 我不是倫天堂 我不是倫天堂